他在干嘛 找到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Tom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张 Minecraft恐怖地图 张地图名叫做鬼影迷宗 那么今天我们要化身为侦探 去调查一个连环杀人啊 好的 我们进入游戏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这三个其他选项 然后张地图他好像有没有告诉我 这三个选项是什么 随便先点一个看看 这里有游戏规则 温馨提示和返回 这里嘞 材质测试 然后地图介绍 这里呢 工作室 OK 地图为恐怖解谜 异度空间系列第一部 感谢大家支持 地图前身为解谜传奇 有亲 后跟名为异度空间鬼影迷宗 好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材质测试 好 我看到了 没有毛病 好 OK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张恐怖地图的话 不要忘记以传点赞 给我留下个三连 我才注意到我地板怎么会动 我的地板 哦 没有 它是有材质的问题 OK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休息吧 Let's go 地图中你所扮你的人叫做吉良熊本 时间凌晨十二点 吉良先生 现在已经很晚了 为了公司我让你单独加班 确实有点过分 实在抱歉 没事没事 为了公司的事情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还没睡啊 就是担心你嘛 这样吧 我看你最近工作也很伤心认真 你这么辛苦 那我明天给你放个假吧 你好好调整 调整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晚安 唉 这么晚了 也是辛苦 还好老板人品不错 算了 赶紧回家吧 不过现在公司把电都停了 我得找到块电池 激活电源 启动电池离开 动作得快点了 不然赶不上电车了 还好今天夜间电车班次多了 我出个公司我还要找电池 你这公司真的是有问题 我们现在目标应该是 要找一块电池 电池板 这边也可以调查吗 还是什么 好 我们先出门吧 这边是A2 哇 这公司好窄啊 这公司有点窄呢 这里是洗手间 洗手间应该不会有电池吧 这里是图书馆 图书馆应该不会有 电池块 真在图书馆啊 找到了 那我要快点去激活电源 电源在哪里 储物间前门 储物间有什么东西啊 这边都是锁住的吧 哦 没东西 好 电梯在这个位置的话 这边有方块去不了 这边有个时钟 这边好多画 这公司看起来还蛮艺术的 哦 我知道什么都没有 OK 应该在这里吧 配电池 电池快放这里 好 电梯启动 电梯电梯 开了开了 哇 哎 终于可以回家了 赶上了倒数第三班 通勤快速列车 一小时后抵达家附近的上野站 到家了 赶紧进屋 洗澡睡觉吧 哦 我已经到家里了吗 这里吗 奇怪 为什么我家的门是开着的 是家人睡觉忘记关门了吗 我家也好艺术 什么声音啊 门自己关上了 哎 算了 先去看看儿子吧 应该都睡了 这是什么蛋糕吗 儿子的房间 书房 先进下书房看一下咯 哦 算了 我们今天跟他指示走吧 反正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我们拿 直接去儿子房间 我家好大 哇 这空调 我的房间 儿子的房间 妻子的房间 为什么我跟妻子是分开的 咦 儿子呢 婆婆和他妈妈去睡觉了吧 算了 不管了 回我自己的房间吧 等等 我的房间钥匙怎么会在这儿 在哪里 在这儿吗 哦 我的房间钥匙 为什么我的房间钥匙会在我儿子这里啊 问题很大哦 走吧 去我房间 老婆 儿子 你们为什么 死散了我的房间 啊 我的头 好晕啊 你是谁 你是谁 您 我在做梦对吧 啊 请问您是哪位啊 你也没必要知道我是谁 但你要记住 我是来帮助你的 怎么帮我 我确实遇到了困难 因为 你的家人是不是被杀害了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不过 你马上应该做什么 心里应该有数 我 我真的不清楚 我该怎么做 请你告诉我 啊 那你就永远堕落下去了 诶 这是哪 这是哪里啊 这是我家 啊 哦 这电梯开了 好酷啊 这个 牛逼 牛逼了 哎呦 怎么自动关门呢 我还没有按楼层 完了 这是哪 地狱 这里 这里是哪里 好像是警察局 你带逗我吧 这里好岸 一个人也没有 不过这里应该有值班的警察吧 看来我要好好打探一下这里 现在这里这么黑 看来要注意安全啊 注意个屁安全啊 诶 怎么了 诶 电梯自己关上了 哦 完了 我卡bug了 bro 锁警察局 既然是警察局 观念这里没有人 应该会有几个囚犯吧 右边好像是监狱去看看好了 按照文字要求指引任务 否则影响游戏进行触发 我被卡住了 坐着 好了同志们 我从这个电梯里面活着出来了 我们刚才任务是什么来着 右边好像是监狱去看看好了 现在要去右边看监狱是吗 诶 怎么这么黑啊这里 监狱种地闲人免禁 就是去这里没有错 闲人免禁 我是闲人啊 我怎么会到监狱里来啊 不会是我把我那个 谁杀掉吧 请看完对话再离开 你们好啊 请问你们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啊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哈哈 你问这个问题也问的太搞笑了 我们当然是做了不好的事情 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们当然是杀人了 而且我们弄的方法可以说是很棒了 只能说他们太傻 不会做事情 我们也迫不得已 所以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 这个也很难向你解释清楚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那个人的 我来这里是想处理我的事情 我的家人在夜晚被人杀害了 所以我来到这里想找到真相 哼 原来你也遇到困难 不过照你这么一说 我感觉我又似乎记起些事情 不过呢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警察吧 以我在警察局待的时间来看 这里每天晚上都会是同一个警察在职业班 但他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 就得靠你自己去找找了 啊 那谢谢啊 那我就先走了 你用不着谢我们 你的家人被杀了 而且尸体是不是也被肢解处理了 是 是的 难道是你们搞的鬼 你果然不聪明啊 我们一年前就被关在这里 哪里有机会啊 跑到外面去继续作案啊 难道你现在还不想给你的家人 一个死亡的说法吗 该干嘛应该知道吧 行了吧 那我先走了 我去找警察了 那你们好好的吧 诶 事情感觉越想越好 不过 我得先去找警察了 什么鬼剧情这个是 我的妈呀 这监狱就那么小的地方 走吧 去找警察 应该在办公室吧 我感觉 这里是什么地方 哦 这上面好像是通往二楼的 但是被挡住了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楼梯间 哦 可以把它撸掉 对不起 去办公室吧 我估计应该只有办公室那个 警察 这里有警察吗 哈啰 五号办公室 警察 奇怪的日记 什么 那一天 警察局竟然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个总是职业班的警察 本田吉隐 他最近总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每当有人找他报案 他总是爱搭不理的 我总觉得他的身份很神秘 警察局也出师了 这里还有东西吗 看一下 诶 等会 日记本 又一本 没有名字的一本日记 来 沈讯室里似乎有个铁稿 据说是本田景官放在那里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哪里 沈讯室 那我们先去找沈 沈讯室 呃 那我们应该先去找沈讯室 然后拿那个 铁稿 是吧 就在这啊 他干吗 找到了 不是 我拿个铁稿子你 所以我现在去干嘛 哦 去二楼是吧 把它挖开吗 应该是去二楼吧 这种高能下自己扭头 不看了算了 我人直接裂开 哦 新目标 找到本田级 箱子打破了 可以去二楼了 二楼好像有职工宿舍 去上面找找好了 哎呀 救命啊 这里好黑啊 你要稍微亮点 说实话 我还不怕的 你这什么鬼啊 先去左边 这么大地方吗 这是什么啊 先去找那个职工 走走走 我们先去找那个职员宿舍 对对对 职工宿舍 这里好大啊 我们往前面去看看吧 这里是锁住的啊 不没有路的啊 我现在脑子已经混乱了 本田级影职工宿舍 哎哟 我的妈 请问是本田警官吗 是的呢 为什么你看着这么眼熟 你是脊梁先生 你怎么认识我 难道你知道我来找你的目的 我这么知道你在这里干嘛 只是觉得你看着很眼熟 但又很陌生 所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肯定是寻求你的帮助 那天夜里我下班回家 我发现我的家人都被杀害了 所以请求你能帮我破案找到凶手吗 那你家的详细地址在哪里 台东区康南路 玉芝丁花园3号楼403 离JR上野站很近了 哦 你确定吗 不会是你眼花了吧 这个小区的治安 可以说是整个东京最安全的了 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布警官 请你相信我 我不会这个时候来找你报假案的 我不听 赶紧走 我还有事要忙呢 没看我在这里住手吗 赶紧回家吧 别妨碍我了 好的吧 不打扰您了 这件警官 为什么我觉得本田警官这么可疑 难道他知道什么秘密吗 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居然不管 算了 还是赶紧离开吧 这么晚了在附近找一家旅观住手 啊 你在逗我吧 这个警察 这谁啊 走吧走吧 要溜是吧 应该是要溜吧 我走了啊 你不要来搞我 好 跑 快跑两步 我就知道 有事发生 我从我家里醒过来了 什么东西啊 诶 亮了 哦 好诶 诶 这是旅馆吗 旅店 我的妈呀 我还走慢慢走吧 我靠 走快点都要贴脸了 OK 前面那是什么地方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啊 要不要继续摸摸摸了 你是谁啊 黑影 这里被封住了 我需要找东西把它砸开 某些地方发生了变化 啊 这怎么回事啊 盘子人骨 这个孵化 这孵化是最后的晚餐吗 这在暗示着我把我的妻子和儿子杀掉了 哦 我吓我一定要开个凿个东西至于吗 这有个按钮是什么还有两个蜡烛是什么鬼啊 哎呦 一切都那么突然 那个警察啊不不不是他就是他 或许是他他想害我 找到真相寻找最后的晚餐 时间六个月后 几两熊本我这么多剧情等一下啊 这么久了我还没给我家人一个说法 那天见到本田警官感觉很可疑 我必须要想办法找到那个凶手 为了不再感到恐惧我还要感谢我的老板 这段时间我也一直住在他家里 现在他到大阪开会去了 哎又是我一个人了 这六个月里我常常失眠 晚上总会梦到自己的家人 今天晚上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为了不再麻烦老板 我自己卖掉以前的公寓买了一套新公寓 这里离公司还挺近的呢 哎我真的太苦了 今天拜托工人装好了公寓拜访好 也不知道他们做的如何 现在也快凌晨了进去看看好了 你非得挑凌晨去看是吧 这边好像还在装修的样子 凌晨来看你真的是闲得淡疼 左边的房间似乎有什么秘密 那你说有秘密那肯定有秘密了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没看到想害我 这个电脑似乎可以打开 我得找一张光盘 目标寻找光盘 好 光盘里面不会有一些什么 那个录像吧 卧室 储藏室 先去储藏室看一下 What 某扇门的钥匙 莫名其妙找到个钥匙还行 这个吗 我没有箱子没拿 OK 六个月前的生意 吉良美亚子 你是谁啊 你用不着管我是谁 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 你这个怪叔叔 哦 吉良吉之介是我们的孩子 然后美亚子是我们的老婆 这么小脾气又这么凶 对身体可是不好的哦 不许伤害我的孩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 四肢闯入我的家干什么 小心我报警 我只要你回答一个问题就好 请你告诉我 你正不认识一个叫吉良熊本的男人 你 你要干什么 我正不认识与你 哇 我看剧情都能吓我 那这位小朋友知道吗 小孩子他不懂 休想伤害他 我不知道 你这个大坏蛋 我要告诉警察 让警察把你抓走 看来你们竟然如此坚定 那好吧 我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那个警察 别怪我不客气了 从身后拿出刀 直接向这对母子看 啊 这个神秘人 把我的妻子孩子杀了 然后我还跟神秘人对话了一下 我的妈呀 光盘 这光盘里绝对有我要的东西 哎呦 怎么又开始了 老婆和儿子 梦中 灵魂中 灵魂中 死去的灵魂不会被上帝洗礼 而是坠入地狱 变成魔鬼 追随时间的典礼 一切都是幻觉所缺 不 我要快速找到他 找到那个神秘人 这三个是不是作者 来看一下 电脑激活中 激活完成 那一天 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 我的丈夫给他取了一个比较可爱的名字 叫吉良 叫吉之戒 愿上帝保佑我们 愿上帝宽恕我们的罪行 什么地方改发生了变化 啊 好烦啊 我家不会变了吧 往右边一转 哇 我家好嘞 好美好 不是我家发生变化吗 是前面那个地方 这里 这里多了一道这个门哪 沾满血的球 这是我儿子的玩具吧 小丑的笑声 What 小丑禁是我自己 谁 这个球似乎隐藏着什么东西 先拿着好了 上楼 应该可以上去吧 啊 好烦啊 他老是这么黑 地狱之门 诅咒之火 精神的抑郁和污浊 一切都是曾经的无知酿成大祸 请接受上帝的考验 是寻找 是寻找 是否寻找真相 还是寻找 是寻找真相 还是寻找家人 寻找真相走这个门 寻找家人走这个门 孩子都死了 妻子也死了 寻找家人 我估计就是死亡结局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是寻找真相去吧 等一下 这个门是什么情况 你看 一般来说这种黑条白条就是一个轮回 也就是说你去寻找家人就等于死了 因为你并没有给你 你还是没有给你家人一个交代嘛 对不对 真相 从何而来 最后来 你接受上帝的拯救吧 哎哎哎 哎哎 哎 这这是什么 什么鬼 哎 想办法出去 啊 什么声音啊 这里好音声 我破坏这个球吗 哦对了 我今天不是找到一个球吗 对面这个房间 应该有可以打开这个球的工具 或者机器 我給你繼續看看好了 這裡 欸 球 我球呢 喔 已經放進去了 齒輪 這個機- Fuck 應該去這裡吧 先往右邊去看看 咦 什麼聲音啊 Oh no Oh no 別嚇我呀 這裡怎麼這麼多聲音啊 啊 什麼聲音啊 我可以走了嗎 死路啊 完了呀 你拾取鑰匙 蛤 這裡又有把鑰匙 但是不知道是開哪裡的 那邊不是有個鎖住的門嗎 那你告訴我還能去哪 這裡這個門 門椅開啟 這兩個機器是什麼東西啊 這裡又有一台機器 或許可以打開出口 但是它壞了 我想我應該把那個齒輪固件放上去 開了 OK 我走了 Let's go 這裡太黑了 我說真的 出去了 過去的罪惡 在我的後半身徘徊 最後墜入無盡的深淵 真相即將揭露 呼 誰 唉唷 先生 醒醒 先生 您還好吧 啊 沒事 就是我又喝多了 您是不是還在找您的家人吧 我想您應該知道真相了 我知道 只是因為我太沉迷工作 常常忘了他們 而且 我喝了這麼多酒 結果 我把他們都殺害了 對不起啊 老婆和兒子 搞了半天他是喝醉酒了 把老婆孩子殺了的 我的 達成好結局 我就知道 你去找老婆孩子 肯定是壞結局 OK 那麼 今天的恐怖地圖 就先給大家做到這裡了 那麼 如果你們喜歡這張地圖的話 不要忘記 點贊 投票 搜尋 三連 關注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期視頻再見 see you again bye bye by bwd6